抓出來的死雞有三千多隻 全部堆在 還沒有裝袋 然後堆在地上的畫面 看起來非常觸目即興 他們原本都是活生生的生命 然後即將死掉 僵死的屍體 我就看越來越過 大量的死亡 死了五千多隻 緊急想修 發現我們的設備全都是好的 而一切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的供電不正常 有太多次的這種順電供電 所以我們的開關就因此被灌掉了 台電參加當天協調的人員 我記得是一個科長 他告訴我疫苗先生會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穩定而造成損失的人不只我一個 有很多家 台電早就已經做好了 所有應該有的文字的卸責的 這種安排跟設計 如果我們要想嘗試 請台電賠償的話 那是不可能的事 一副高高在上面 一點沒有體恤我們的損失 這些都是血淋淋的事實 它完全不管 那是你家的事 當政府告訴我們人民說 請放心 能源供應沒有問題 當我們的賴清德總統候選人 說著台灣不缺電的時候 當我們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高升為農業部長的時候 當我們雲爆小公主賴品瑜說 何能衝起個屁的時候 我們農民的心正在淌血 血淋淋的事情正在發生 請大家除了關注澤文司機 更要關心我們彰化司機 在上個月7月28號早上 我在睡夢中被電話通知 就是我們的機設 在彰化大城的機設 有大量的死機 因為從半夜1點多到3點多到5點多 一直到當天下午的1點半 那電力一直呈現 台電的電力一直呈現不穩定的狀態 那一直到1點半以後 他才電話通知 我們供電恢復正常 那在這段時間裡面 我們機設之所以出現大量的死機 是因為我們的抽風扇的開關 因為太多次太頻繁的瞬間供電 那個開關的保護裝置 他就自動關上 只需要人去按個復規 我的開關什麼發電機 全部都是好的 那個發電機的所在位置 就在我們員工的宿舍旁邊 所以當他啟動的時候 所產生的噪音 一定會把我們的員工叫進來 去看看 關了沒有 所以一個晚上 從當天下午 當天凌晨的1點半 一直到天亮 我們的員工都不斷的在處理這樣的事情 但是他們卻不知道 就是說當我發電機在運轉的時候 他們不知道的是 我的抽風扇已經停止轉動了 停止轉動的時候 只需要短短的20幾分 因為我們那個機設 密閉式的機設就不通風了 所以我的蛋機 那些體質稍微差一點或怎麼樣 他就死亡了 大量的死亡 因此當我們做最後的數量統計的時候 我們死了5000多隻 那所有的盤點之後 直接的損失就390幾萬 不包含商譽的損失 那當天的早上 我們做了一切的該有的努力 也跟那個水電師傅啦 發電機的師傅請他們緊急講修 結果發現我們的設備全都是好的 一切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的供電不正常 有太多次的這種順電供電 所以我們的開關就因此被灌掉了 因為它有保護裝置的關係 然後我們也在當地聯絡當地的相待 在隔了差不多4天的時間 我們申請調解 希望在我們投資這個機設 這麼多錢的情況之下 損失這麼慘重 希望台電能夠 能夠多多少少給予點賠償 然後台電呢 參加當天協調的人員 是一個我記得是一個課長 他來了之後 他就跟我告訴我說 所有的事情 在上華發生的事情 都要透過他 我不知道他跟我講這個 言下之意是什麼 反正我只知道他很偉大 但是他告訴我一毛錢都不會給我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說所有因為供電不正常不穩定 而造成損失的人不只我一個 有很多家 他也告訴我 然後因為我們台灣所有的用電戶 跟台電都是有一份 這個所謂的購電合約 那個合約裡面 台電都是知識化的合約 台電早就已經做好了 所有應該有的這種文字的 卸責的這種安排跟設計 所以如果我們要想嘗試 請台電賠償的話 那是不可能的事 那可能由於請他來協調的是 當地的相待會的代表 那這個層級不到中央 所以才會使得台電的客人 他會有這麼強烈的這種 這麼一副高高在上的 一點沒有體恤我們的損失 這些都是血淋淋的事實 他完全不管 那是你家的事 我們都知道就是說 在台灣 我這個機車 它之所以有個抽風扇 因為我是大概 在台灣佔比10%的BB式水連機車 是非常先進的 它的優點就是它非常容易做好 所謂的風控防疫 那它的缺點就是 這個風扇絕對不能夠 像畫面中這樣 它不但停止 而且後面的百葉窗 全部關掉 那就代表不同風了 不同風在這一頭的 不同風的空間 所飼養的淡機 就會因為缺氧而窒息死亡 OK 下一張 那當天您看到就是說 這裡面白色的塑料袋 每一袋裝的是15支淡機 因為我們要送給花資廠 請它處理 那一定要統計數量 所以這個每一袋都是15支 總共有100多袋 100多袋 換句話說這麼一排 就將近2000支 那這寧寧在這個中間 這一段走道呢 從這個龍舍裡面 抓出來的死機 有3000多支 全部對在 還沒有裝袋 然後對在地上的畫面 看起來非常觸無盡心 他們原本都是活生生的勝利 然後就這樣死掉了 將死的屍體 我越看越難過 好 OK 那這是我請那個 一個蔡信師傅 水田師傅 來檢修我們所有的設備 然後結論是 我們的設備都是好的 它只是按個復規 就可以了 所以蔡師傅 他檢修陷入的畫面 基本上這幾天我們都在吵嘛 就是民進黨因為綠能積權升天 民眾卻因為跳電 財產虧損 那今天的記者會的目的是要用真實發生的事情 來告訴大家 錯誤的政策 的可惡 已經造成我們農民的損失 讓我們農民 欲哭無淚 求助無門 所以我們要呼籲民進黨政府負起責任 賠償我們的農民還農民公道 那當政府告訴我們人民說 請放心能源供應沒有問題 當我們的賴清德總統候選人 說著台灣不缺電的時候 當我們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高升為農業部長的時候 當我們雲爆小公主賴品瑜說 何能重啟個屁的時候 我們農民的心正在淌血 血淋淋的事情正在發生 再來就在我們7月28號的時候 因為台電陸續跳電 供電不穩的狀況 讓我們養雞場的這個 而且還是先進的養雞場 的通風設備停止 導致我們有5000隻的蛋機死亡 讓我們農民的心血複製一具 這個至少蒙受將近400萬的損失 而且還不含傷癒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看到這些照片 等一下照片是非常觸目驚心的 有5000多隻的雞大量死亡 全部倒成一片 然後清理了兩天才把這些雞的屍體 清理乾淨 我們試問一下如果這個是 你家裡經營的事 經營的事業如果你是農民 你難道不會心痛嗎 我們要還原一下當時的狀況 其實多處的線路故障 所以台電的工程人員當天也是疲於奔命 從凌晨半夜一直搶救 到當天下午1點半 才恢復正常的供電 那經過相關的專業專業的人員的檢查 我們也發現就是設備是一切正常 他們說主因是因為太頻繁的瞬間供電 造成開關因為負載而關閉 風扇停止了之後不到30分鐘 這個蛋機就因為缺氧窒息身亡 結果後來台電派的調解人員 從頭到尾也沒有到機設 只會推諉謝澤 那請問跳電的問題 不就是我們台電的責任嗎 台電可以置若網文嗎 另外蔡政府的錯誤能源政策 導致我們台電資源空虛 無力精進我們的電網設備 然後我們的民怨也只能面對民怨也只能夠 堂賽 推諉 無力賠償 所以這裡要呼籲請大家 除了關注澤倫斯基 更要關心我們彰化斯基 原來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7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記傳 對季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又不幸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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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